各位觀眾大家好 大衛Sir又來了 今天要和大家再談談垃圾徵費的問題 垃圾徵費的問題最近引起很巨大的社會爭議 我也曾經做過好幾集有關垃圾徵費的問題 很多人就特別關注先試先行這個計劃 有些媒體報導是因為政府的籌備不足 所以就要以先試先行去落實測試垃圾徵費計劃 推行的可能性 另外一些媒體也報導 先試先行是一個非常好的政策 要讓特區政府對廢物處理方向有更具體 而且更加切合民生的做法 我是非常同意的 因為先試先行至少不會狼狼忙忙 就立即推動所謂的垃圾徵費 其實大家看到垃圾徵費的問題 的確是令到所有香港市民討論得沸沸揚揚揚 都不明白為什麼特區政府要這麼快推行 實際上我覺得先試先行的計劃 是現屆特區政府一個合理的應對方式 正如李家超特首所說 垃圾徵費的政策是影響七百多萬的香港市民 所以有必要要從長計議 他特別委派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做高層次的督道工作 以及最重要是監察實施的成效 看看市民的想法 我覺得這個做法是很正確的 這樣的目的 是為了獲得關於政策實施的實際數據 以及一些反饋 以便做出下一步決定時 能夠更加全面地考慮各方面的因素 所以千萬不要急於推行 因為這件事實在太嚴重了 我就覺得蔡翁失馬 厭致肥福 政府推薦先試先行的計劃 的確找到很多潛在的問題 以及政策的不足之處 相信大家都看到 當中包括有執法的權責不清 宣傳教育不足 指定垃圾袋的質量 垃圾回收站的不足 還有廚機都不知道在哪裏找 這些全部都是配套的問題 亦都引起很多香港市民的極大迴響 更加令到特區政府需要將所謂的垃圾徵費 再作進一步深入的研究 正當香港特區政府正在謹慎 小心審視垃圾徵費的問題 前環境局局長黃錦昇 和他的前政治助理歐永志 突然間在這兩天發聲 歐永志聲稱對特區政府延持垃圾徵費 心表遺憾 挖苦現屆的政府是打倒昨日的我 兩個人站在道德高地 表面上為環保發聲 歐永志更加寫一篇文章提及 我們國家主席習近平 亦都倡議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 香港就應該配合國策 不應該放棄這樣說 我當然非常同意 但是不知道 歐永志 他有沒有想過 我們國家從哪個方向開始做起 減排是否最重要呢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究竟我們國家如何做 亦都進行多些了解 我相信他不會這樣說 但是我們看到 如果一項未經世世私糧的政策 就要急於推動 是否令到一項極不成熟的政策 是為了推動而推動 而激起更大的民怨呢 我們都看到 今次很多的香港市民 是因為這個垃圾徵費 覺得特區政府好像做了一些多餘的事 如果還不是先行先試的話 我相信 引起矛盾會更大 對社會是否有一個好處呢 這一點 我是很同意現在 特區政府的謹慎行為 當年特區政府的官員 在推動整體的環保政策時 有沒有經過深思熟慮 有沒有了解過民間的需要 有沒有進行過大規模的教育行動呢 我其實不反對環保 反而覺得環保是有更加急切的需要 我們是要減排 這是必然的了 但是民生事不是應該先教育輔導嗎 更加以民間可以接受的方式 去處理這個這麼重要的垃圾問題 香港的堆填區 每年處理500萬公噸以上的垃圾 2025年 香港首座廢物焚化爐 將會在石古州外海人公島啟用 這些都是可以對環保盡一分力 而且令堆填區維滿的情況 就可以進行解決 如果你說要用指定垃圾膠袋 去進行垃圾徵費 我覺得這個做法真的挺垃圾的 用者自負當然是很重要的 但是現在有逃離之言 你的垃圾膠袋 不要說質量 價錢真的貴到無論 而且會製造更多的垃圾 加重了市民的負擔 的確是真的有不知所謂之嫌 如果當年特區政府 不是為了做完一件事 而是要做好一件事 去立刻推動教育宣傳工作 我相信今時今日 不會遇上這樣的困境 十八個月時間 現在推動了多少 做了多少 成不成功呢 大家看到 絕對是失敗的 黃錦昇前局長 他就在2012年到2022年期間 是在任環境局局長 這十年 他對於垃圾蒸發的計劃 其實只是言之空佛 完全缺乏了執行的細節 和長遠的發展藍圖 講了很多政策的空大語言 怎樣執行怎樣執行 都沒有看到 除了籌備工作極為鬆散之外 而且對於環保團體更加延聽計從 有沒有實際推行過 什麼落實的政策 我就暫時這一刻 都是看不到他當年有做過什麼 他表示 環保就可以分為 醫、食、住行四方面 減少探牌坊 是首要的目標 其實清潔能源 才是目前解決探牌坊的最主要方向 因為香港有七成的探牌坊 都是來自電力供應的 這方面是不是最重要呢? 大家都知道 如果香港的新能源汽車 推動得非常好 我相信 就可以減少探牌坊 我們國家正在積極推動 環保是由根本上做起 教育市民基本上色 才是重點 尤其是小朋友 推動宣傳的力量 令到市民浸沉在整個環保的氛圍裡 在幼稚園小學 灌輸真正的減牌環保的概念 可惜 是因為2019年到現在的五年多以來 黑暴、疫情、經濟問題等等 令到香港失去了寶貴的幾年光陰 現在黃錦昇贊成推動一項 並未成熟、時機不對的徵費政策 而搬出年輕人做他擋箭牌 他表示 如果錯失這個良機 那就試問大家 如何對得住我們的年輕人呢? 我個人覺得 在過去幾年 幾乎空白的大環境下 是不是這麼急於無盡推動呢? 如果不趁這個時候 教育年輕人 省能的概念 執著在垃圾徵費 這個不利民生之事 令到不少企業不明所以 為何還要花費大量的金錢購買 這些並不環保的環保袋呢? 目的是為了減牌 但又製造了更多的垃圾 和更大的經濟負擔 我看到一些報道說 有些食肆說 我每個月多些幾千元 買垃圾袋的費用 我就真的想結業了 這是一件正確的事嗎? 過去五年 是香港被打沉的五年 現在要恢復 不如學一下民警知智 與民休息吧 這才是黃道 推動政策的時機 是非常重要的 特區政府不應該為做而做 黃錦昇前局長 是不是明白推動環保 並不是靠把口說 政策執行 你就要思考一下 如何執行政策 不要再說一些無謂的事情 我自己覺得 以站在一個所謂的道德高地 去說這些說話是沒有用的 實際推行 究竟中不了一堂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不是 到時候大家對 現在李家超的特區政府更加不滿 那就 閉閉都沒那麼閉 當時 你都未能在推行這個政策的時候 安排得妥妥當當 離職之後 就向現屆政府提建議 何不綠水青山 黃錦昇局長 好好享受各下的退休歲月 這樣才是一件最好的事 回頭 黃錦昇局長在2021年8月份的時候 在立法會三讀通過 垃圾徵費的條例草案 當時 身為環境局局長的黃錦昇 有信心在18個月之內 政府 就可以為垃圾徵費 作好準備 結果 當然是草草了事 完全沒有看到任何事情做到出來 當時 仍在任的黃錦昇 有沒有細緻安排到 下一任的謝展環局長 可以做到相關事宜 也看不到 當中的準備工作 包括指定的垃圾袋 增加廢物回收流動點 甚至超過100個 向管業界加強溝通和培訓 還有和立法會成立工作小組 落實推動這些方案等等等等 基本上 都未見其聲 拍都不見 只有把口說 你覺得 有沒有什麼推動的作用在行動呢 其實這幾段時間 大家都是為了一些更加重要的政策 23條的推動 在做很多的工作 你現在說要去行動 你有沒有準備的工作 準備的功夫呢 是完全沒有的 與其是這樣 不如暫時割置 令到與民休息 那就最好了 我們也看到 垃圾袋招標一試 更加淪為笑病 垃圾袋的雕書 是不是定價過高呢 我都說了 是有逃利的情況 我是在懷疑有發生的 不是說他有逃利 我懷疑而已 令到指定的垃圾袋 其實你要我給錢買 或者是心不甘情不願的 拿錢出來買 那又何必呢 你想想 如果你為了要做好垃圾徵費 而要花9千多元 在說一些食肆 或者管業處 增加市民的負擔 為了什麼呢 垃圾袋 是懂得降解的嗎 又不是 只不過是普通的 你說稍微厚一點的垃圾袋 但是把食物殘渣扔下去 又可能會穿洞 穿洞又會被罰 那是怎樣 那你說 是不是要重新招標 如果要重新招標的話 其實你對垃圾徵費 是不是真的有個深入的了解 還是特區政府 大花同慣了呢 在回顧過去的一段時間 我對於黃錦聲前局長 在垃圾徵費條例草案上的表現 是感到極為失望 是 這個真的嘛 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我認為 他在這個議題上 沒有拿到實質的進展 甚至在18個月 甚至更加長的時間裡 都沒有辦法完成這一項工作 現在社會對於垃圾徵費 仍然是缺乏共識的 因為你要在我袋裡拿錢 我當然是缺乏共識 你不是拿兩三元 你一個月拿幾個水 甚至一千元 如果是企業的話 可能要用幾千元 在這個經濟環境不好 和大家都沒有達到共識的時候 是不是會這樣做呢 如果你說不是的 你現在要推人環保 但我會更省錢的 那當然沒所謂 廚餘機都要想一想 要怎樣安排 現在都見到很多人在買廚餘機 現在困難的時期 究竟怎麼辦呢 黃錦聲 你拍拍屁股 就不能再做環境局局長了 你又負不負上站呢 現在謝展華我們看看他解釋政策 都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很多時候 真的覺得他完全不環保 你究竟在做什麼呢 所以現界政府 就以先事先行的計劃 來探索垃圾徵費 和與民生兼用性 我覺得是很適合的 而且也看到 特區政府 是努力解決這個計劃 所存在的問題 這份計劃 是以民為本 實事求是 值得 向廣大的香港市民推薦 知不支持呢 到時候實行了 大家就知道 我相信民間的聲音也非常多 現在看到民建聯工聯會 正在積極地 看看民間 接不接受 和了不了解的政策 我覺得 立法會議員 真的要出來發聲 了解到現在實際的情況 才是最重要的 我們最重要的 一個政策的推動 絕對要準備好 如果順應不先推動 我覺得現在這個時刻 是更加好的 不知道各位市民以下如何呢 不妨在大衛Sir的頻道下面 留言說出你的意見 今天時間就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的支持 拜拜 各位 拜拜